不過也說來到這裡 其實心情是很緊張的 例如我們的觀光局也統計說 目前為止我們臺灣有八十三團 有差不多一千六百多人在韓國旅遊 不過也有兩萬差不多四十的旅客 已經替團 沒去 很少 客人非常少 今天客人有多少 八十幾個而已 八十幾個 對 航空公司上禮拜 越客越來越不安 那邊有幾千門炮對著首爾 所以我這幾天天天跟泰國航空公司在檢查 其實我們是 我們現在取消也來不及的 那有什麼想法措施呢 就有那個要距離哪裡避難的措施 觀光局統計 雖然目前臺灣也有八十三團 一千六百多人留在韓國旅遊 不過已經有將近四十的旅客退團 其中國以鄉塞、鳳凰、東南、頂大型的旅行下 順勢有比較嚴重 去年四五六月大概平均一個月 一個月大概有四萬人吃到韓國 我估計四月份應該會升到兩萬五到三萬嘛 大概減少三到四成的人 這幾年在韓國的效應之下 一個像蔡國、天東、東大門、南北航高街、班門店 以及這周圍的頂競店都是 等人去所在 不過是 加上路由淡貴的影響 路行入車只好將鄧森刷到其他國家 降機損失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也是 加上路由淡貴的重量